欢迎收看威乐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台湾这几天开始会受到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 礼拜六会受到微弱封面靠近北部外海地区 这时候在北部东北角亚宜兰等等的地方 降雨状况有稍微的明显 而礼拜天晚间开始地压带会开始影响到东半部地区 下周的天气来看都是非常的不稳定 那里在中南部地区山区的部分 整体而言还是以午后的降雨状况为主 所以中午过后要外出的话 就记得要带上雨具再出门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云雨图的状况也可以看见 目前台湾的水汽量都有稍微多了一些 而礼拜六开始封面通过北部外海地区之后 在东北角宜兰的降雨状况就会变得更加明显 另外要更加留意的是在南方的这个热带地压 到了礼拜天晚间开始就会抵达到菲律宾 这时候离台湾的距离是非常靠近的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的降雨状况 会变得更加明显 整体而言下周的天气状况是非常的不稳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的降雨状况 礼拜六而言各地区的降雨状况 还是以午后阵雨状况为主 而北部地区则是因为受到微弱封面的影响 所以这时候的降雨状况也有变得稍微明显 而礼拜天而言各地区来看降雨状况有稍微缓和 只不过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这个地方 水汽量又开始明显增加了 而看到了下周的天气来看 这样状况会变得更加明显 这时候是因为受到低压的外围环流影响 请大家外出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再出门了 那明天的高温来看还是要特别留意 北部地区来到了32到34度 而中南部也有来到了33度左右 所以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 这时候可以请大家穿着一些比较舒适凉爽的衣物 会是比较好的 那晚间的低温来看 北部地区来到了26度 而中南部来到了26到28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威乐360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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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